笠中字幕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郑控制作人 她是一个人的庭光 词曲 李宗盛 直播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上车面 声音乐 练音乐 声音乐 声音乐 神秘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们 宋雅 宋雅 你的小说呢我看完了 文笔 上课 尤其是恋爱部分啊 我这个单身的四十多年的人 看了也想看恋爱 但是 我们这次还是不能和你签约 这是为什么呀 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全文完结就可以出版了 宋雅 我们之前聊的是 阅读量高的话我们就签约 但你这个阅读量实在是太低了吧 不可能 我今天还看到我的读者给我留言了呢 那都是我们编辑部同时冒充的 我们有留言版KPI 你这小说真实的点击量 接近于个位数 十几岛 你也没 handful 你说你啊 你那什么 爱情是昨天 一个 Apple 感情是昨天 你敢看他 给他的画序 而且因为那个 对了 为了表达惬意 我特地从编辑部 精心挑选了一份纪念品给你 来 主编 如果读者不满意的话 我是可以改的 小凤 是这样 我老板呢 约了我 他一会儿就到了 他这个人很准时的 你看要不要你先回去 那我们下次再谈 下次见 你先走了 你太到了 你听我这儿听我这儿这样啊 你下本书 下下本书 你都得给我 好不好 不能给别人 行 晚上我请你吃饭 好了 到时候给你发地去 好的好的 行 打招 那晚上吃饭啊 刘总 喝点什么 我喝个头啊 我喝 卢主编啊 我给你开这么高的薪水是为了什么 就一条 给集团找好书 出好书 现在什么一个情况 来来来来 你看看这次你给我提报的书 有哪一本是符合我上次开会 提出的调性呢 可是 你别跟我可是了 我不想听你可是了 我再强调最后一遍 我们的作品 既要人性的复杂 又要情感的纠葛 还要华丽之下的暗潮涌动 又要常人所无法启迪的想象 所而言之 就要集商战 推理 悬疑 动作 喜剧 等等元素与异体 这样才服务市场妖刀 这样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啊 这开会都强调多少次呢 一说就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答应的可好了 全忘了 刘总 我给你商量件事 您说的这些作品 可遇不可求 我们现在手里真的是没有 可遇不可求 你在这儿喝咖啡 就能求得着了 你还找了一个包间你 我问你 我今天不来找你 你是不是一下午 我就要在这儿摸鱼 不不不不 您别误会啊 我今天来呢是 你好 二位谁是卢主编 我 我是 你好 这位是 冷风吹酒月 卢主编约的悬疑作者 悬疑作者 你会写悬疑 你 仅仅仅是悬疑是不够的 单一题材的这种作品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现在的读者要求的是 多元化 立体化 复杂化的作品 这就是上次开会 我说的内容啊 英雄所见略同 你听听 鲁鱼 这位所见略同的英雄是 我们出版社的刘总 刘总 你好 你好 我今天约卢主编 是想谈下我准备写的 新小说 刚刚我也说了 我的新小说呢 是集悬疑推理 动作追逐 情感纠葛 还有商战制斗 这样的一本小说 到了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是这样 现在找我的公司很多 要谈一些连载啊 包括出版之类的事 如果你还是不能 做决定的话 那获得是 等等等等 是这样的 冷峰老师 我们集团呢 还是比较重视数据 我建议您呢 先在我们的平台连载 如果数据好的话 咱们马上签约 您看怎么样 没有问题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太好了 内容的事情 我就不参合了 你跟卢主编 你们接着聊 好不好 好 我先走了啊 再见 你们聊 你们聊 慢走 慢走 你看 忙碎好 对 我给你送快 看 你收到 我来 See you 我最近开拓的就是爱情悬疑 而且我刚刚得到的机会 也就是多一次连载嘛 到底能不能出版 也都是数据说了算 但我相信我这次肯定能行 你 爱情悬疑 你放心吧 我刚刚再来的时候 就已经构思作品了 这样 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保证让你满意 行吧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就等你的新作品了 如果不行 我们两个人一起转行吧 放心吧 推理悬疑 动作 伤症 刑剧 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我怎么可以自己挖 这么大一个坑呢 既要有人性的复杂 既要有人性的复杂 还要有爱情的纠缠 还要有华丽外表下暗流涌动 常人难以企及的想象力 还有 有了 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边杯子已经换好了 在我的方向走上第一个 待会儿目标人物罪得差不多了 我就送过去 灵灵 你来接酒 然后把我们定制的杯子递过去 给它拿着 好好按下爆炸按钮 把手滑破 你就拿血压 明白了吗 就准备好了没有 来了来了 我再说一遍 待会儿我会把定制的杯子冲着 你别搞错了 快喝呀 别光喝 快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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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目标人物已经追得差不多了 过去吧 う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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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一点小意外而已 放心吧 好 小心点 我已经到一定位置了 好 怎么回事 清不清了 不是你 她呀 你站来那么远啊干吗 顾子军快查查 应该是有其他频道的信号干扰 信号源明天很坚定 看来另有目的的 不止我们一个啊 你好 你不要在哪儿 早摸清楚了 人在第八考过 玩得正黑呢 走 行 去吧 谢谢啊 二十 陈一 陈鲁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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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鲁哥 你怎么来了 不可以吗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快快快 来坐来坐 来 李上班 坐坐坐 陈哥 我之前跟你说的东西 你都计算好了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把财产都计算清楚了 我也是为了你好 毕竟你们两个要离婚了 关于你的私有财产 我大概帮你计算了一下 合规合法 别省得他找你麻烦 你以后就恢复自由了 你说得偷对 听你的 来 是这个数吗 确认一下 宝贝 你真聪明 算低一点没错 够了 现在所有的信息 都已经确认好了 我马上把这些内容 同步给李陈的妻子 你抓紧时间 赶紧撤 陈哥 你先喝口酒 我去一下洗手间 马上就回来 快点啊 接着吧 先生 您的酒 谢谢 请慢用 等你啊 快喝一个 吃飞你 别受伤吧 疯狂啊 他队是挺困烈的 我不是人的 不得不要 这个女队有问题 给我抓起来 在哪儿 在哪儿 伯兰毕 李琛突然醒来 快 快 宗阳 交给我 郭子俊 赶紧给瑶瑶找出口 宗阳 到处都是李琛的人 穿过舞池 在你的三内路方向 有一个消防动作 那是你唯一的路 狂选路吗 我来制造混乱 宋令人接应 一定要找就会弄上平和 全世界 在哪儿 快 快 抓他 我的手 我的手 先生 我带您去包扎一下 这这点 你这边也走不走 有没有见到一个女人 有蓝颜兆群 没有 这边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 长发黑张群 你干什么 又是你 不想被他进去别动 你 这边 那边有没有 没有 没有 这边 你 你 别怕 没有 你 你 有 你 有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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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为我不知道啊 你不就是为了 你 啊 有 我要什么你 走那么快 别废话赶紧看 好 我去 顾德俊 把你抽着从我快递上拿开 快点 我刚才遇见那个变态 他差点害我被人抓了 而且还 算了 不提了 瑶瑶 潇潇气 要我说 这事都赖顾子军 救你 还好意思自称 国内网络技术第一人 潇潇你指的什么婆婆 还想不想干了你 不知道你跟谁俩的 这是我房子啊 说话跟我客气的 我说错了吗 要不是靠着瑶瑶强大的 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 我们每次任务 能这么顺利吗 行了行了别吵了 顾子军 闪送约了吗 那你说呀早约了 好 说我的资料都已经整理好了 我就可以闪送给李琛的妻子 对了 条款里允许她探视女儿那一条 你加了吗 加了 又来了 又来了 我说你也太多管闲事了 像李琛这种渣男 婚内出轨不说 还转移老婆财产 让她看什么女儿啊 无论如何 孩子是无辜的 苏洋这出啊 就叫陈湘她母亲 三十五 行 都听你的 那 展宋到了 我去坐一下啊 拆过地去啦 太可爱了吧 太可爱了吧 好帅啊 天哪 什么神仙颜值啊 太可爱了吧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家里怎么多个人 佣金到账 老贵 平津哥 擦手也太可爱了 太好了 这个月不用负债了 我肚子也饿了 交外卖吧 你爹 没钱 不行不行 我不同意啊 顾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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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成了我们吧 不是 饿死我们世小 饿死姚姚谁来赚钱 谁来养家啊 不是 那也不能光宰我啊 要不你们俩先把房租叫了 房租叫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谢谢小姐开啊 那儿能解开啊 换手机去了 不是 你们俩别点白啊 你们俩煮俩鸡蛋是什么呀 咱们吃这个吧 那笔箱里还有汤芽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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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边的是我的两个搭档 也是我的好朋友 顾子俊和沈双双 我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过着平凡的生活 直到十五年前 一个流星划过的夜晚 从此 我获得了一种奇妙的能力 谢谢啊 谢谢啊 我和某些人对视三秒 我在他们眼中 就会变成理想性 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我始终会 也许是因为他们心术不正 遇恨难填 贪婪无度 谁知道呢 倒是有一个方法 倒是有一个方法 可以快速解除他们的幻想 董事长 您这招空手泡白狼可真是高兵 那就是 董事长 不好了 我们公司不破场了 好好好 就这么简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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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 可以暂时解决人类之急的办法 那就是 事限隔离 宝贝 老婆 但是 我的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 成天集团总经理一职 长期悬置 引发商界密切关注 舆论普遍认为 季洪林之子季承安 将由其父提名接任总经理一职 此事一旦尘埃落定 成天集团或成为季氏父子的一言堂 陈哥好 等等 舅 你给我机灵点啊 不是 干嘛呀 大心脑把我喊过来 我这手还受伤呢我 今天这么重要的会议 你怎么能缺席呢 董事长 爸 董 董事长 董事长 成安最近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工作啊 我看他没干什么正事 以为我不知道啊 姐夫 昨晚那真是意外 行了 别替他找借口了 还不是去跟他妈 一天到晚护着他 成安 之前我把几个项交给了你 你自己看看都做成了什么 一塌糊涂 你别以为我只有你一个儿子 就一定会把公司交给你 爸 我怎么错了 走 这事就这么办啊 好 谁啊你啊 那 那是你该坐的位子吗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继承川 承川 好久不见啊 董事长 我回来了 你 我们换个地方担当 我们换个地方担当 我跟她一路走 我们担当的 平常 你哪一路走 尽管 当年董事长 林叔离婚 季承川 不是被林叔带到国外去了吗 在总经理提名的档口 他回来 恐怕是林书的意思 林书和季承川不是 你当然希望我们已经死了 很可惜 十五年前我活下来了 我怎么才能相信你 就是季承川呢 季承川 DNA检测 应该够精准了吧 你说呢 景卉 你去安排一下 好 董事长 我这就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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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隐瞒了妻子和亲生儿子的死讯 那你现在回来是干什么呀 当然是按照我妈在文件里声明的 回来接任总经理的位置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 你不会以为我不知道 钱 我妈留给我的一笔钱 不然你以为我回来认你这个舅舅吗 这些年 你过得怎么样 纪董事长 还是别来这些虚情假意的了 我只知道你当年婚内住鬼陈雅琴 我妈妈对你失望到了几点 才和你立的婚 而且她当时已经做好了 带我出国的准备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之后没多久 你就和陈雅琴结婚了 甚至这么多年 你都没有公开宣布我和我妈的死讯 好 我准备好了 吓家 金子 一登 阿安 好吧 既然你不信 那就罢了 康女士當年的手術聲明 所以如果我想拿到這筆錢 並且就任成天總經理一職 還需要在董事會上 出示我媽媽的私人印章 是啊 可能你不知道啊 当时你妈妈在文件当中特别生命 为了防止意外 你本人和印章必须同时出现 才能按照文件的约定 得到你想要的 而且你妈妈那个时候 已经将她的私人印章 制作成了项链吊坠 在你周岁的时候送给了你 看来要是我拿不出项链的话 本应该属于我的东西 还是会留在你们手里 好算计啊 记董事长 毕竟关乎成天的未来 况且也是董事长的心情 我们当然要省之又省了 何况七天后的股东大会 我们要对全体股东有个交代啊 以后呢 项链 咸链我当然一直随身带着 因为它每分每秒都在提醒着我 你当年对我和我母亲都做过些什么 二位 我们股东大会见 交接的所有文件 也请你们准备好 我想在所有股东的见证下 应该不会有人 再耍什么手段了 好好 你出来了吧 情况怎么样了 他们相信我是机上船了 那就太好了 进入董事局后事情就好办了 机长还没有认出你吧 昨天晚上要不是那个女的捣乱 我们也不会差点包裹 这些都不重要 是时候实施下一步计划 瑶瑶 来 累坏了吧 走 走走走走走走 走 瑶瑶 还活了 这一次我们的目标是成一 什么成不成 你又不是不知道上次那活给我刺激多大 我必须得歇两天 歇着呗 正好本技术总监最近也有点累 而且我这个人 对钱没什么感觉 正好游戏也更新了 你干什么了你就累 我怎么就不能累 瑶瑶 你最近有点不太尊重我啊 不要忘记你自己吃谁的住谁的 不是 沈双瑶你怎么回事 那苏瑶最起码算我发小 你最多也就算是个 发小的裙带关系 最后一次警告你们啊 对我客气一点 我听说刚来活了是吧 说正事 杨阳 让我这个情报组长 来给你汇报汇报 这一次我们的目标人物 简直丧尽天良 为了抢家产 亲爹都不认了 扬言要把他爸一家子扫地出门 简直嚣张至极 你说 能忍吗 勉强能忍 宋阳 你趁看女儿这种闲事你都管 这么大的事你不管 你堕落了 我堕落什么了 我又不是超人 要负责拯救世界 我必须得歇两天 行 歇着吧 反正雇主说了 只要确认目标的项链 长什么样 就给五十万 什么五十万 五十万你不早说 你在前面的铺垫那么半天 那必须不能忍啊 那必须不能忍啊 如果不是我来收拾这种人渣的话 那这个世界还有正义跟真理吗 这会儿我接了 定金打过来 一分都不能少 你俩 练堂梦 五十万不可选 走走走 开始 走 赶紧赶紧 分资料 这 就是丧尽天良的目标人物 什么 你 这边 真是冤家路窄啊 走 现在就到 畅! María Zum 垮下 坐在最近夜空的屋顶 你说我们算不算逃兵 看了霓虹跳的威士忌 是月光还是你我分不清 一杯隐藏已久的关心 一杯七树我很不开心 装睡的城市摘下面具 终于我找到最真实的你 乘着随意猜猜你属于那颗心 我会试试摘下在送给你 现在还你猜猜我来自那颗心 上辈子是否终究过银河心 Oh No 夜风让我们靠在一起 你说流星有没有秘密 月亮是不是假装清醒 就像我 就像你飘离不已 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一件披星带月的外衣 睡着的城市偷走梦境 谁让我无穿入你的游戏 抱着诚心猜猜你属于那颗心 我会试试擦量再送给你 你用真心猜猜我来自那颗心 上辈子一定中就过银河心 Oh No 我会试试一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